大家好,我是跳嘴寶寶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教大家如何吃大閘蟹要搭葡萄酒 我們今天為大家選了三支酒來搭配大閘蟹 第一支是帶有一滴酒 第一支是帶有一滴酒 第二支是帶有桶味的白酒 第三支是帶有海味的白酒 那我們現在就來先試試看說 我們選用的第一支這支西班牙的酒 要怎麼樣搭吧 其實我選擇的這支是因為它在做酒的時候 有特殊的工藝 這一個地方是叫做Rueta 它是在西班牙斗羅河區的一個 比較高原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專產就是芳香型的白酒 那這一支是它用原生品種Verdijo 就是微帶河做的 那它的做法比較特別 它有一點它有放橡木桶 然後也有就是泡渣這樣子 所以跟一般新鮮的微帶河的味道呢 是有點不太一樣 我自己有時候會覺得說 它有一點像葡萄酒裡面的黃酒 所以呢 這次就讓它先來替代我們所謂傳統最大的黃酒來看看吧 好那我先來吃一口 我要吃它的糕 好吃 然後來沸沸看 嗯...我覺得算是蠻搭的 就是不不搶味 但是也沒有覺得好像特別有關係啦 就會覺得說 欸好像螃蟹味道結束之後 然後就有一個 微帶河它可能像柑橘系列的味道這樣子 然後 它的柑橘裡面又帶有一點百香果 好然後第二支我們選的是 新世界的Shadow Knight 那這次我們選的是南非 那因為新世界的Shadow Knight 應該是大家 在第一次入手白酒的時候 會選擇的品項 其實我有一點擔心說 像這樣子的桶像 會不會蓋過 大閘蟹本來比較溫潤的味道呢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天啊 奶爆了 而且還有南非 Vair 完全不會很違和欸 而且我剛剛在單吃大閘蟹的那一口 我瞬間感覺到了 大閘蟹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 我知道大家說它的膏很像 我覺得它的膏有一種 柑橘類的香氣 有人以前有說過它花香啦 或是葉子的香氣 但我覺得真的還蠻厲害 就是跟我沒班吃到的沙公沙母 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它的膏本身有這種很溫存的味道 比較像起司啊 或者是你要說很像蛋黃 就是生雞蛋黃 這類的東西的調性 我覺得跟有同位的沙東內其實也是意外的搭 只能說好像大閘蟹的味道可能會稍微被掩蓋一點點 因為大閘蟹的味道比較細膩 可是我覺得在濃郁度的搭配上面其實也是可以的喔 接下來我選的這個第三支的白酒呢 是在那個Ria Spices 就是西班牙的下灣區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是比較靠近海邊的殘區 那這邊的人呢 都是用這一種 它叫Albarino的原生葡萄 來當它的做海鮮的酒 不過我剛說了大閘蟹也不是海鮮嘛 所以呢 我們就來試試看它們之間能夠擦出什麼火花吧 喔 我覺得這一支是現在三支裡面最搭的耶 因為我覺得這一支的味道它剛好有一些 嗯 我剛說的像柑橘皮的這種感覺 那所以它味道上面呢 有點接近像花吊性了 我覺得跟它這個大閘蟹裡面 自己本來想表達花吊性也有一點像 所以它們尾味有點互相呼應 那再加上它這一支本身就是Albarino的味道就是 比較像 可能像柚子啊 或像柳丁這一類的 也是屬於柑橘系的 那它就會有 對於這個大閘蟹自己本身也有一種 好像是那種去腥的效果 我覺得這一支就是細膩之中 然後又帶有其他的層次 真的是我覺得三支裡面大概最搭的 想不到海邊的酒 跟和仙還是可以搭的耶 是不是也是因為它裡面好像也有點鹹鹹的感覺 很特別 蛤?你們真的有準備喔? 據說是最傳統的一種搭髮 紹興 天啊 是你們要太用心了一點 可以標示嗎? 我們就來試試看 就是小編精心準備的這一支 真正的黃酒吧 腦中立馬浮現跟那個叔叔阿姨還有各位前輩們 大家一起吃飯的這種中餐廳 我覺得它的前味呢 是很搭的 可是說尾味呢 好像不是我能夠習慣的味道 嗯 嗯 就覺得說如果它是拿 拿這一點酒一起跟螃蟹一起蒸就OK 可是喝下去的話就覺得 好像不是我們在 好又到我們結論時間了 對今天呢 吃得很開心 然後 也就是跟很多的酒來做搭配 那我們覺得選定今天最搭的話 就是這一支從海邊來的這一個 Ria Spices 然後用Arbarino做的西班牙的白酒 然後再來呢 第二個我覺得搭的呢 是新世界有過桶味的Shadownate 這是我覺得今天第二搭的 第三搭的呢 是其實我覺得這支也蠻搭的 就是葡萄酒中類似像黃酒的成分 我覺得這個其實也是蠻搭的 我覺得有趣的事情是呢 螃蟹呢 它都可以帶得出 這三支其實都有泡渣 然後有一點就是烤餅乾類型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是這一次餐酒搭配以來 覺得最有趣的地方 然後呢 這一支的話就 嗯 還是拿去針螃蟹好了 好今天餐酒搭就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訂閱分享按讚加開小鈴鐺 下次見掰 今天為大家準備的是 幹嘛 喔喔我在幹嘛 好燙喔 燈 為何 喔